剛剛呢,我們把那個頭部模型呢,給匯出去嘛 對不對,然後再來就是用Import,又把它匯回來 匯OBJ,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東西呢,我現在想要藏起來 所以我會用Ctrl-H Ctrl-H,但如果你討厭快速鍵的話 等下再講吧,Ctrl-H是藏起來 然後這個Ctrl-Shift-H,是叫回來 這是常常用的快速鍵 所以我們它裡面,如果Ctrl-H,Ctrl-Shift-H 你沒有印象,你應該要記一下,這很重要 Ctrl-Shift-H,Ctrl-H 這邊可以做一次看,Ctrl-H,Ctrl-Shift-H 另外一個,如果你 不想要記快速鍵,不然你就乾脆 就是把它丟到一個圖層 然後這個圖層就快過來 這邊還可以順便去一下名字,叫做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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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加個Geo,代表是模型 Geo Geometry Head Geometry Safe 這邊呢,現在先關起來 切到側邊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原來的這個 模型,就是骨架給拆掉 因為這個骨架也是有問題 這邊,選到這裡 然後Delete,整個刪掉 刪掉以後呢,從Right View 從這邊開始畫 這邊其實Geometry可以 空白鍵,空白鍵 這個 我們還是需要這個Geometry 就放在這裡好了 然後這邊呢 他的Skeleton呢 我們就用 Create Joint 然後這邊選Reset 重置 那因為頭部關節其實還好 其實比較重要的關節 反而是 就是脖子可能要 稍微旋轉 然後再來是 這邊的Jow Open Joint 就是嘴巴能夠開合 所以 你可以先從這邊開始畫 脖子一根 脖子兩根 脖子三根 在頭頂來個一根 在這邊 嘴巴開合 到這邊 然後這個關節呢 取個名字 從這邊開始取好了 記得喔 一定要在正式圖取名字 不要畫骨架 不要在透視圖畫 第一根關節呢 我們叫它 Nec 底線 E好了 Nec One Joint Ctrl A Ctrl C 然後我可以打開Outliner 其實Outliner可能更好 Window Outliner 在這邊 然後快速鍵 F 這邊可以Shift按著不放 整個展開喔 所以第一個是Nec One Joint 然後第二個是Nec Two Ctrl V 然後這個 名字改一下 再來是 拉下來 這個可能是 就第三個 Ctrl V 然後再來可能是三八 OK 這個沒有強制一定要怎麼畫 好 好 這個是Skull Joint Skull 就是頭頂啦 頭頂 Skull Joint 好 這個是 嘴巴打開的 所以是 就 嗯 Open好了 就Open Joint Ctrl A C 再來這個是下巴 所以是 Jo Chin Jo Chin OK 然後再來呢 我們現在呢 先切到透視圖 這個是指關節 這個是副關節 因為 你的這個地方動的時候 會帶動這裡 對不對 不是這裡動會帶動這裡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要做一個指定 叫做Parent Parent 那Parent呢 是先選子物件 再選副物件 先選子物件 再副物件 所以呢 這邊先選子物件 序盤子不放選副物件 按P Parent它就連起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關節 搞定 搞定以後呢 現在呢 就是這一組關節 用Select Hierarchy 然後再選這裡 再來做Rigibind Rigibind 其實我不太記得 那個指定是不是這樣打 然後空白 Options 是嗎 太危險了 我還是直接上去看好了 這裡 我先把 欸等一下 拉到最上面 Rigi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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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果然我真的有打錯 Rigibind Options Rigibind Options Enter 然後這邊用 Solited Joints Rig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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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呢 Default Default 這個地方呢 打開Edit Membership Tool 點關節可以看得到 這個對應的點 這就是對的 好不好 先坐到這裡 Save Rigind 畫面還給你 Rigind Rigind Rigind